从古至今,不乏追求长寿者,千古一地秦始皇,为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大动人力财力,最后却一无所获,五十岁突发病死。 现代人更是花样百出,经常推广养生增寿的专家竟然英年早逝,带着大家练早操的运动专家,也年纪轻轻离开了我们,而打着养生名义的自然疗法,断食排毒养生也一直在流传。 诚然,养生对人的生活质量很重要,而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,要科学的养生,从根本上来理解生命的真谛更重要,瞎养生很危险,错误的养生理念要不得,然而长寿的秘诀在哪里呢? 这需要在因果律里才能找到正确答案,万事万法皆因果,故而欲要长寿,就要像佛教里所说的那样,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。 对于我们现代人,关于长寿非常现实的一条就是不杀生而行放生。 地藏菩萨本院经有言,若遇杀生者说素殃管命号,那些注重养生而以活鲜为食者遭遇恶报的比比皆是。 由此可见,戒杀、食素、放生才是符合科学规律的正确养生做法。 在这个养生乱象横行的时代,我们只有坚持正确养生理念,广造善因,才能收获健康长寿的善果。 二人